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間碗 這兩三個月我非常努力的看透天 我看了快六十間的透天 本來想要買大樓 然後還看到房價之後 開始找透天 開始看然後看一看 我就要選有電梯的透天 那跟著我走吧 走 我們進電梯 來來來 可以看到這個電梯 它這個是從有實驗 然後接下來我的樓層是有五樓 五樓的部分我單瓶大概14到15 五層樓的話大概有70 70的部分 才會足夠每一個家人的生活起居的功能 然後五樓也可以 我用不到 我可以做攝影筒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變成 四樓或三樓就分租出去 所以有電梯的透天 有一個無限的可能 那這陣子我一直在做功課 透天有太多東西可以講 我買透天或買大樓 我要重視的是唐邊的生活機能 唐邊是不是寵畫區 唐邊是不是鬧區 像我買的這個地方它叫大理土城 大理土城它唐邊就晚上的時候 它就很像縫角的鬧區 非常熱鬧 然後我唐邊還有一個土城的一個早市城 早上的一個菜奇亞 然後晚上還有一個黃昏市場 會買這裡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會去看這附近的生活機能 土地跟地上物建物又不一樣的買法 那銀行在建價的時候 就是估價給你的時候 它就會去評估你這塊土地的價值 跟你建商物的價值 那土地有非常多種類型 有住宅用地 鄉村住宅 工業住宅 然後它又有分很多等級 每家銀行喜歡的類型又不一樣 那它喜歡類型不一樣的時候 貸款給你的陳述就會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都是必須要去問房仲 或者是問建設公司 都要問清楚 你這個建築物 這個透天 你的估價是多少 建價是多少 因為重點我才是貸款的人 所以貸款的人能貸多少 才是最重要的 那有電梯的透天非常少見 通常都要三千多萬起跳 真的很貴 一般年輕人沒有爸媽的經緣 就是真的買不起 就像我沒有爸媽的經緣 所以我剛開始我鎖定的目標 就是在兩千處頭上下 那真的就是一定要找到這樣的透天 然後這樣的價位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買到五層樓 你沒有電梯 爸爸媽媽其實來這裡住 他膝蓋累了 他膝蓋會痛 連我們自己扛器材攝影器材 我走到五樓我都快吐穴了 所以真的有電梯 我就把器材放在電梯 我冷輕鬆的走上來也可以 或者是我分兩次一次器材一次冷上來 這樣子都可以 好 我們看到這裡 這陽台夠大 然後這陽台夠大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他外牆是什麼材質 好不好清晰 如果是黑灰色的話 以後比較好清晰 然後我會去看他的有沒有水線 水線拉什麼 或者是防水插座 有沒有做防水 東南的流通是非常好 空氣流通對我來講 攝影師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有可能就把它變成攝影棚 我就把客人安排在這裡 對面的牆 然後我從這邊拍過去 其實我這邊就可以做一個很簡易的攝影棚 拍一些形象照 或親子照 或孕步照 那你看喔 單程14到15坪 扣掉電梯 扣掉樓梯 再扣掉廁所 其實空間真的不大 這個是五樓的部分 來跟著我走 這個五樓我會特別注意到什麼 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五樓很多人都會用洗衣機 所以這是洗衣機的水線 那我更重視的是什麼 瓦斯管 所以就代表 買一個透天要特別注意 我不想扛瓦斯桶 所以我一定會特別注意 有沒有天然氣瓦斯拉到這裡 如果有非常加分 而且一般的建商只拉到二樓 二樓以上就是三四五五樓 或每一層樓 它都可能改成電熱水器 所以這邊拉到五樓 所以這個非常加分 為什麼 我可以用天然瓦斯烘衣機 直接用這個 像我現在就用惠爾浦 最簡單的 一次成本才十塊左右 所以記得五樓的部分 有水線是正常的 然後有插頭是正常的 如果在五樓的話 其實我就有思考說 後面是陽台 陽台這邊就會有多一道門 所以其實這邊 也可以當一個出租的空間 所以我把這邊的房門 隔一道門起來 然後我把這個空間 出租給別人 這裡我們一樣可以做一個 工作陽台 我可以洗衣服 或者是烘衣機 那這裡廁所是開放的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比較喜歡這樣的廁所的大小 那其實很多很多的透天 號稱每一個都有套房 但是你知道它多小嗎 它小到就是 就那麼寬 那麼瘦長 廁所就那麼小 所以其實 為什麼洗澡的時候 我要跟我的馬桶一起洗澡 那如果我有裝那個免治馬桶 就很麻煩 它就是這一邊 會讓你感覺很小很小 一直線 然後我這邊是洗手 然後這邊中間是水龍頭 然後後面是馬桶 我就在中間用我的淋浴這樣洗自己 但是相對的我的馬桶就在旁邊 我就覺得這樣不是很舒服 就沒辦法乾濕分離喔 對 你就會覺得這樣 可是確實這就是很多很多的透天 真的都是這樣設計 所以看到這個廁所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錯喔 好我們接下來往下走四樓 看透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樓梯有沒有開窗 開窗影響到採光 那很多的透天 它都會有電燈 但是它很少 除非你是邊階 或者後面沒有折鼻霧 它才會有開窗 有開窗的採光真的差很多 然後你們等一下注意看我的樓梯喔 它不會突然多出一角 就是我常常在看透天的時候 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的樓梯第二層第三層 它的分層交接觸的時候 有沒有讓我的頭是壓迫的 因為我個人是1803公分 所以我在走樓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壓迫 我都要低頭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還有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很奇怪有一些建商就是 這裡就是樓梯 然後但是它的電梯 它設在另外一邊 相對的它沒有在同一個動線上的時候 其實它就吃掉電梯跟樓梯的空間 變成一個樓形也有可能 所以它吃掉蠻多的 所以其實我這樣子的方式 樓梯跟電梯是同一個動線方向 我覺得是比較OK 也比較省 這裡是四樓 跟著我走吧 四樓通常有電梯的情況下 長輩就可以選擇住在這裡 不管是四樓還是五樓 都可以讓長輩住 那其實這邊你看喔 這邊如果是電視牆放這或放這 我覺得空間上都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因為這裡就是睡覺的一個空間 所以小朋友或者是長輩住在這裡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我覺得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後光線的部分採框拉鍊遮起來 之後像他們這樣設計 下面都是不能打開的 上面才能打開 這下面都是為了小朋友兒童設計很安全 然後你看它上面 它一樣都有幫你做防火火災感知器 比較可惜的一點點是 這個廁所它沒有開窗 可是它有做一個直通式 通到五樓的一個排氣孔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就有這個排氣孔 可以從這邊上去或下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之後 建商應該都會做一個木工把它包起來 不然民館太醜了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一個小的空間 為什麼我說有電梯的時候 我的規劃性就很彈性的原因就在這 如果我前面把它做成套房 我把這裡做成一個小廚房 然後五樓的部分 我一樣讓它做一個工作陽台 上去洗衣服、烘衣服 其實我的生活機能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不會被別人打擾使用 如果我今天是有電梯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把我的露營器材跟攝影器材 從這邊移動上來 然後放到這個小房間 我們不要過度的裝潢 過度的裝潢當然可以 除非你家超有錢 要不然你賣房子的時候 裝潢都不會加分 裝潢記得 不管你花了幾百萬 它就是沒有加分 甚至你也懶得搬走 你住了十年、五年 你也懶得拆 你就把家電或裝潢直接送給對方 我常常在講就是 那個樓梯的部分 我這裡就不會很壓迫 所以它這裡都是讓我非常舒服的 高度都是非常夠的 你看我手舉起來至少有200公分 所以這邊都是很舒服的 你看到這裡 它的電箱的部分 我們先不要看安培數 但是它有預留 你看左邊 這個暖風機 暖風機 care 到什麼 你的衛浴設備裡面 有沒有一個冷暖設備 冷暖機 那這個東西冷暖機 它在冬天或者是夏天 或者是潮濕的時候 它就非常非常需要這件事情 它需要有獨立的磚叉 就是迴路 所以它要拉一條線到電錶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是主握 甚至我也不一定要把它當主握 但是我剛剛講的磚叉的部分 你看到這裡這一台 這一台只是單純的排風扇 它並不是我講的冷暖機 可是你看到牆壁這裡 這個面板就是它單獨有留一個冷暖機 它可能這邊是暖風 這邊是冷風 然後這邊是廚師 它有留這個面板給我 所以代表我之後可以自己加費去安裝這樣的東西 這裡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時候說 這是三樓 三樓通常是大主握 你看現在很流行透天這樣子的部分 可是其實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有電梯的時候 我的主握其實我不一定要設在這裡 那這邊我可以把它當作客廳 因為你常常真正常態性使用的是什麼 是你的客廳還有你的飯廳 飯廳吃完飯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今天你有電梯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買一種移動式的電視架 你把電視移動到某個樓層 我就不用花錢 我每一個樓層都要裝電視 很多人都會說透天就是很麻煩 要一直打掃 甚至我也可以啟動我的掃地機器人 我遙控它 我帶著它進電梯 就不用每一層樓放一個掃地機器人 五層樓我就要買五台掃地機器人 不需要 帶我的掃地機器人 我進到電梯裡面 我把我的電視機推進去 何況我的電視我買一個LG G1 它是OLED EVO 去年的時候它是最強機種 因為它也要十幾萬耶 為什麼我會狠下新南美這一台 因為我在看李斯朝鮮的時候 然後整個螢幕是黑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看什麼 我就覺得好像在演墨劇 然後很多人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結果我都看不到畫面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攝影師對色彩對對比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要求 我就算了 跟螢幕的事情我就不太想妥協了 然後你會發現到 我的手舉起來是這樣 所以當我看了六十幾間的後梯 我已經比房仲還專業了 然後我一看上去 這個大概就是三米一或三米二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高度是多少 我一看這個寬度大概就知道是多少 因為攝影師對空間 我對空間非常的敏感 還有深度非常的敏感 這些關係到我的拍照 有時候遇到一些很奇怪的 因為它就是它也不帶捲齒 它也不帶電子齒 人就來了老神在在 然後售物資料也沒給你 他只記得要賣你多少錢 就這樣 所以其他的東西他都不知道 這裡的空間是二樓 很多時候就是不管有沒有電梯 或者是有電梯沒電梯 這裡通常都是飯廳 二樓的部分 剛剛提到就是說 天然瓦斯很重要 所以天然瓦斯二樓一定有 那接下來五樓就是加分 三四五都是加分 就看建商有沒有給你 那如果沒有沒關係 通常是二樓跟五樓都會有一個熱水器 你也可以自己裝 但是從五樓這樣一直燒水 然後一直排下來一直排下來 所以你的頓數要買大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 這是磚叉 它的叉頭的方向性是不一樣的 直向的叉頭是獨立的 它直接拉一條線到電箱裡面 橫叉的部分是所有的空間都是用同一條 看到這個三合衣管 這個東西就是水槽 水槽大概都是在七十五或八十之間 才夠用才可以放得像一個鍋子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很好去思考 抽煙煙機 華絲爐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完成了 這建商不錯耶 它給我這個是電子鎖 這四三顆電瓢 這建商真的還蠻用心的 一般的透電只有給到兩顆 一二樓 三四樓 然後它上面這個東西 它這是五樓 再加上電梯 再加上預設一個電動車 車位使用的 那但是它是綁在一樓 這個回路是讓你放充電裝的充電器 你充電裝就可以叫在這裡 車子倒車進來 插在這裡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你再看到地板的部分 這個地方通常是化糞尺 抽水肥的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也要特別注意 買透天 這個化糞尺的孔位不能在最後面 要不然你那個糞尺的藍色抽水 就要拉進去 如果你有裝潢你是店面 這很麻煩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最勉強這些東西 我就會開始放一些 置物空間 倉儲空間 然後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 把冰箱冷凍庫這些放在這裡 樓上的空間就可以很大 而且我有電梯 我就推推車就好 推餐車就好 我要煮飯或是我要移動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推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都會去思考就是說 每個人的人生選擇有很多 每個人的預算也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去選你要的東西 那你透天你要去注意到什麼 剛剛提到的土地的種類 店表裡面的安培數 220的插座會出現在哪裡 五樓還有廚房 還有甚至我剛剛提到的是 主臥室的暖風機 那都有可能吃到220 烤箱微波爐蒸烤爐 洗碗機也有可能吃到220 然後接下來洗衣機 烘衣機也有可能會吃到220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你要自己去思考 能不能用 然後鍵上有沒有留好 以後10年後15年後 所有的透天基本上應該都會有電梯 因為你的物件只會越見越高 因為地越來越少 所以你要越見越高的時候 電梯它就變標配系統 電梯在台中的部分要不要繳一個電梯稅 我去查過法令了 107年之後只要是5樓5停停止的停 V1也好或者是1到5也好 就不用繳稅 但是6個停停止的停 就是需要有稅金 但是稅金多少我也不知道 然後電梯的保養其實我覺得還算合理接受 那它就是可以直接跟電梯公司去討論說 你要兩個月一次半年一次之類的 用這種方式去談 這樣就沒問題了 OK 就這樣囉 Sustain